你拍鬼片嗎? 神經病,今天我們不是拍鬼片 不是,今天不是拍鬼片 不過關了燈 關了燈 關了燈 你搞什麼鬼?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做什麼?你要做消費者委員會的實驗 沒錯,我們想做一個實驗 一間房子每一個電器開始用 是會用多少錢 我們最近有了Smart Meter 用了我們半年才能用到Smart Meter 我照給大家看 如果看不到 現在我們關燈 連雪櫃都關了 現在所有家的東西 除了Wi-Fi 開著 是69W per kilowatt hour 即是多少錢 per hour 0.02P 0.02P 即是2P 一個小時 所以 現在我們逐個逐個電器 去開給大家看 究竟 每個電器是用多少電 沒錯 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家裡什麼都不開已經是這樣的 不過有些東西關不了 對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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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 麻煩你用iPhone來拍攝 哈哈 開了 好了 那要等一點 要等大約15秒 15秒左右 因為它的Wi-Fi要更新 是 是 現在這裡有多少 跳到88W kWh 剛才是69W 現在是69W 現在去到3P per hour 哇 開燈 其實空開燈很少 因為我們那些是LED 是 沒錯 不過如果不是LED那些 我們可以看看會去到多少 我們家裡沒有不是LED Garage Garage 這個是一盞燈而已 一盞不是LED的Honey燈蛋 為什麼你不轉LED 應該轉 是的 是的 等一等 要等它跳 它剛才去到60W了 哇 很多 是啊 現在是126kWh 是4P per hour 就是 哇 哇 大家 真的要用LED 哇 很多錢 你快點關掉它 對不起 看到了 你快點關掉它 師傅 不如解釋給我們香港朋友知道 究竟這個Smart Meter 這個智能麥錶是什麼 智能麥錶是會告訴你 這一刻你是在用多少電 就是一個小時 你是在用多少kWh的電 還有煤氣 那你的電力公司會告訴你 你每個小時是在花多少錢的 那舊式的方法 在英國其實是要自己報麥錶的 所以英國這些電力公司 和煤氣公司 每個都想加入這個Smart Meter 因為它可以立即知道 你用了多少電和煤氣 然後收回你的收費 是的 還有你可以看著 可以省著你的電來用 大家要注意 其實你的Smart Meter 是看回你家裡的 原本的麥錶 它是用Wi-Fi的聯繫 因為它都要靠上網才可以讀到 那你覺得呢 好不好有這個Smart Meter 我覺得很多 現在留意自己在用多少電 還有我們可以做這個實驗 可以告訴你 其實什麼是用最多電 原來煲水 它用那麼多電 我真的不知道 那怎樣 以後不煲水 不是 就是趕快 你真的需要先 還有不要開那麼多 因為你一月多水 要煲得久一點 是的 好了 我們人人的家裡 我想都有一個Socket 兩個鍵 兩個Switch 在這裡 那你不要不覺得 現在沒有插電 開著沒有什麼 用才放進去 方便 其實電器公司 有人派來 弄我們的Smart Meter 那時候 有說 最好是關掉一些鍵 這樣就不會用電 因為它這樣拍了 Apparently 是用了少少少少少少電 那麼 我想 關掉了 每個小的都會幫助 首先要戴上頭盔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貪得意地去試一下 雖然我們不是任何專業的測試員 大家可能說 有什麼搞錯 這樣試法 怎麼行 但其實是最主要告訴大家 究竟有什麼電器 是真的很浪費電 所以每次大家 攪著這些電器的時候 都要想清楚 因為英國的電費 現在真的很貴 好啦 我們今天會測試18種電器用品 也會由尾數到頭 頭就是用得最多電的電器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從頭看尾 因為對我們來說 有些電器都有意外驚喜 如果大家看完這集 覺得很有趣的話 也想我們測試更多電器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等我們有空無聊再測試 好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我現在會開雪櫃 雪櫃有時會有些省電的模式 不過我現在一開 它就會用電 多些東西模式 解釋多一點 本身雪櫃是冷 已經正在使用 當我們關掉制作 開的時候 都不會用很多電 不過這個雪櫃已經買多過五年 所以它的能源效率評分 是不高的 它是Rating E 所以它其實都浪費電 如果大家買新雪櫃的話 就記住看它們的Rating 我們推薦至少一定要D或以上 味道都沒有那麼快 哇 這個雪櫃 這個雪櫃 大家 5PLL 我們測試完 雪櫃是平均用35W 就可以繼續保持冷 所以它其實不是用很多電 平時吸塵機 如果你是插電的吸塵機 應該是用很多電的 但是這個就是這樣 充電的吸塵機 還有Dyson 究竟充電的時候 是用多少電呢 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充電是否充電 好 我們 不如拆一拆來看看 這個是Dyson Vacuum 多了一點 測試完Dyson吸塵機之後 充電的時候 都用不多電 只是35W 好 接著我們現在會試個電視 這個是一個LED電視 和LCD電視不同的 接著我們會試個LED電視 加上聲音 接著最後就是 LED電視加聲音 接著加入PS5 接著之後 LED電視加聲音 接著加上XBOX 可以看看XBOX或PS5 哪個用電視用得多些 這個是LED電視 電視應該有多少 嘩 0.13 但也不是很多 現在穩定了 現在是0.1 0.1 0.1 開過一刻很多 但現在穩定了 不是很多 好 接著現在加上聲音 好 弄了一點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接著加上PS5 你一邊玩的時候 一邊加上 這個是正常 我玩的時候應該有這麼多 總括來說 原來看電視或打機 都不是用很多電 我們測試到的 就是 用LED TV 大約254W Soundbar的聲音 有些聲音 好聽一點 就136W 用PS5 Steefo 他用了一個遊戲 在玩 人們走來走去 動來動去 射槍等等 應該搶到那個遊戲機 都頗盡 他也是用了227W 驚喜的 原來開電視那一刻 是Walk數會多很多 之後 才慢慢慢慢平復 小時候媽媽經常跟我說 不要又開又關的電視和雪櫃 因為會浪費電 媽媽說話 永遠都是對的 現在是Xbox Steefo很好奇 想知道 究竟PS5 或者Xbox 哪一個用電 但因為兩個我們都試了 但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 同一個遊戲去試 所以未必是真的試到一個 Apple to Apple的對比 但總括來說 我們都覺得 其實遊戲機 不是用很多電 大約是200多W 其實差不多 是嗎 對 都在升級 大約0.19 PS5和Xbox差不多 對 差不多 沒有分別 現在是Xbox 原來電腦 一個桌上的電腦 其實是用很多電 一來電腦的Graphics Card 其實是很吸電的 還有電腦是有每一個 有螢幕 有螢幕在吸電 電腦的火牛 一些Speaker 個個都是一些 叫做independent的電 所以加起來就很多了 我們試一下 看看我的電腦是用多少電 接著我們再試一下 我電腦用多少電 是相當多元 0.16 都不是很多電 好了 剛才我們試了我的電腦 用了多少電 現在 省電解釋就是用電腦 應該會便宜很多 應該會便宜很多 但是呢 總括來說 他們用電都不是很多 現在做什麼 現在就做你那個 韓國的電飯煲了 不知道會不會很浪費電 韓國東西 你這個韓國東西 很特別 應該很浪費電 我先看看 像個頭盔一樣 對頭盔 但是煲飯好吃 開始了 嘩 原來電飯煲很多 特別你這個是Turbo 0.43 還有你這個是Turbo 下次不要用Turbo 好了 這個是阿菲 最愛的Instant Polar 這個東西真的很棒 什麼都知道 不過呢 它在用多少電 不知道 我覺得不會浪費電 好了 那你試一下吧 嘩 開始了 紅燈 嘩 44P 嘩 原來都很厲害 跟電飯煲一樣 好 好了 那我現在在阿菲的書房裡面 怎樣 阿菲很喜歡暖腳 我的腳很冷 整天都 你知道多少錢 什麼 有個Fan Heater 對呀 你喜歡這樣 嘩 這個貴了 好 那我開了 開了 嘩 馬上有紅燈 嘩 0.36P 0.36P 那怎樣 你現在將一些 將一些 阿Stevo 隔夜 不健康的東西 哈哈 就現在麥克羅 現在麥克羅 好了 那我現在看看微波爐 微波爐 不知道會不會很厲害 好 嘗嘗 嘩 正在上了紅燈 嘩 微波爐很厲害 0.55 嘩 這麼厲害 原來微波爐很厲害 這個就是阿菲最愛的風筒 Dyson的 叫什麼 Airwrap Airwrap 是阿菲的 心目中最愛的Airwrap 哈哈 用來做頭髮的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多少點 這個其實是吹風筒 再加捲頭髮 所以呢 其實它應該會用很多點 那就看一下 哈哈 看一下 熱了熱了 好像 厲害厲害厲害 射了 射了 嘩 0.54 跟Fan Heater一樣 嘩 0.53 好了 那我們剛才試了阿菲的Dyson Hairwrap 用多少電呢 要多少錢呢 那一個普通的Hairdry 是不是用多點電呢 或者Dyson是省電呢 我們不如看看吧 嘩 來吧 來吧 嘩 0.63 好貴 60p一個小時 好貴 你不要吹了 60p一個小時 這個 或者在健身那裏吹頭 不要在家吹 對 60p一個小時 這個比Fan Heater更貴 對 對 對 現在是AIRFRI 好 現在試試AIRFRI 200度 開了 200度 對 對 嘩 開始紅了 嘩 嘩 好厲害 0.62p 0.62p 對 跟Fan Heater和Microwave差不多 好 接下來就是頭三名 用得最多電的電器 是什麼 洗衣服 對 洗衣服 好 那究竟呢 洗衣服要多少錢呢 其實洗衣機用多少電呢 是很靠當你洗衣的時候 究竟去搞哪一個模式去洗衣 有些是慢洗慢慢轉慢慢轉 有些是勁快 但是很短時間去幫你洗完 所以真的要看看你的洗衣機 但總括來說 我們測試到的就是 當去煲熱水那一刻 因為洗衣要有熱度 洗衣機自己會去煲熱水的話 那一刻是用最多電的 反而就是 最後來乾衣的時候 不斷攪拌 都沒有煲水煲得那麼多電 如果大家真的想洗衣服 可以省電的話 就盡量不要選擇那麼高溫的水去洗衣服 對 現在我們開個焗爐 焗爐 OK 好 我們這個焗爐 都說十幾年了 是上手業主留下給我們的 是超舊 所以它用的電應該是很多 我們平時很少用焗爐 因為我們有個氣炸鍋 氣炸鍋都用多電 但它很快 焗爐又要預熱它 然後焗起碼要1-2小時 所以可以是很浪費電 所以大家值得留意 好 第一位用得最多最多電的電器是 沒錯 就是用來熬茶的鍋子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 鍋子 鍋子 鍋子應該很多 應該很多 很多 現在一開 哇 好厲害 鍋子差不多 一磅一個小時 是啊 很厲害 如果你開一小時 鍋子要一磅 是啊 嘩 嘩 好 快點關掉 關掉了快點 實驗測試完了 我們就把所有電器用品 由用電的Woxo 將它排次序放在Excel上 純粹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看一下 有些排名次序 不是說Absolute 它們是這樣的 譬如遊戲機的話 PS5是否用多電的Xbox 是真的Depends 你在玩哪一個遊戲 還有其實有一些排名次序 其實它們都可能有一點參差 其實是真的看你用什麼電器 這個電器有多舊 多新 不過總結來說 其實廚房的家庭電器 是用得多電 因為它要去煮食 煮水等等的東西 其實最出奇 原來煮飯是最貴的 是啊 其實為什麼都不出奇 因為煮飯 多數是要很多heat 那一有熱的東西 是多很多power 我很驚訝 Incent Pod 和電飯煲 兩個都好像Fan Heater 那麼多電 反而電腦 那些東西 專飯那麼多 是啊 acceptable 好吧 希望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種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